我們來看一下有關安裝 程式安裝 剛剛有提到 你們要特別注意 安裝的時候 關鍵字就是打Visual Studio 或者說寫Visual Studio 2015 不過好像有同學提到 下載之後這個可能會是 英文版的 或者你也可以打一個中文版看看 OK 那這邊好像會有寫說 如何變成中文的 不過我印象中 我下載的時候 就已經是中文了 不然你們可能再看一下吧 好像有同學是 裝第一次是英文的 就跟他一樣 他中文update版的 OKOK 所以可能稍微看一下 我印象中我裝一次就 他每一次他會還在做一些update 那下載的話呢 記得就是有一個免費的版本 就是Communicate 不過他下載他還是到這邊 我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resource還是什麼 可以去變更 所以你們大概再找一下 我之前我記得 他是有一個版本 是就是直接就是中文版的 那你下載的就是這個 這個community 這個版本 他是免費的 其他的像 如果你是裝那個professional 專業版的話 他就是要付費的 所以如果說你下載 他好像是 舊的版本是免費 讓你試用90天 然後時間一到就不能用 所以 不過兩者差異好像是非常的小 大部分的功能 他都communicate都有 community都有 然後還有Enterprise 這個是企業版 有蠻多的 其他還有像什麼Visual Steel Core 這個Core就是簡單的 讓你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開發 這也是免費的版本 會有這些 那這個是第一個 有關環境 那安裝的話 你其實就是把 這個community 這個把它執行起來 接下來會看到什麼樣的畫面 因為我在安裝的時候 我有把那個畫面 稍微把它做一個截圖 所以大概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你打開來 第一個 他會出現這些 可以檢查一下你的環境等等的 然後他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要裝哪裡 有沒有 裝在這裡 這個環境 那基本上 他會裝在那個X86的 OK 那表示說 他這個好像 預設就是用 32位元的環境 撰寫出來的 所以他會把它放在X86 那底下的話 他幫你放在 一個目錄叫Visual Studio 14的版本 所以基本上 14應該指的就是2005 OK 那他這邊有寫說 安裝程式需要最多是8G 不過他這個寫的太保守了 基本上 可能還不只是這一些 對啊 灌起來應該30G以上 跑不掉 而且他會更新很多東西 像裡面的一些 像單內的Framwork 或者是一些系統環境等等的 全光裡 重新再把它升級過 所以如果你選擇預設的話 他裡面會包含C Sharp 包含VB 包含Web指的是那個ASP.NET ASP.NET 還有一些相關的桌面功能 等等的 所以我比較不建議你用預設的 我是比較建議你用什麼 制定的 制定的話 你就按下一步 他就讓你用選的 OK 那如果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基本上 他有讓你選的 比如說 程式語言裡面 你要不要裝C++ 所以當然如果說 你未來要開發那個C++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用這個環境 另外還有什麼 F Sharp 這些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還從來沒有用過 他這又是新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還有一個Python OK 可以開發Python 等等的相關的東西 那當然你可以選 有些其實你用不到的話 那你可以不用打勾 我沒關係 那預設他可能幫你全選 可能需要的空間就會非常的大 大概就這些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也許就是 再來我是把 主要是這個 最重要的是 跨平台的行動裝置 記得是選這一 這個一定必要要選的 後面有一個update update到第10版 不過我最近好像把它啟動一下 他好像又更新了 他的更新速度寫還蠻快的 那這個部分還包含就是說 那個裡面的那個 JQuery Mobile的版本 他會如果有更新 他也會幫忙更新 另外呢當然跨平台的行動裝置 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是用那個 那個Apache的那個口頭髮這個 OK 那其實在那個Visual Studio 另外還有一個用C Sharp來寫的 這個叫做Semery Semery也可以 但是用C Sharp 寫起來很像用那個 Android Studio 只是差別把Java變C Sharp 然後那個物件的使用方法很雷同 不過我覺得開發起來好像感覺有變簡單的趨勢 因為他那個拖拉的工具設計介面 會又簡單一些些 所以如果說你不只是要學這個 你可以有花 可以花一點時間 了解一下Semery這一個 這一個使用的方法 那他也是免費的 反正你打勾嘛 他就幫你裝了 你不打勾他就不裝 那勾選之後他就會多一個選項 也許未來你在新增專案的時候可以去選擇 那裡面的話當然 你如果多打一個勾 現在很缺這方面的工程師 像上學期我們就有一個同學 也有選這門課 但是今天沒來 他上學期就有demo了一個東西 因為他就去interview那家公司 然後那家公司就是要用這個Semery去開發 但是他說他也完全都不太會 公司就要他 他的工作好像就是去那邊測試的 然後問老闆說老闆你要我做什麼 老闆就說你先try沒關係 所以他的工作每天就在測試這個環境 因為老闆其實可能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可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 他的主管其實也不知道說這東西到底 但是他可能知道說這個是未來主流趨勢 是一個很好的開發工具 OK 那另外他是跨平台的 其實最重要是跨平台 就是寫一次之後 可以很多的平台都可以用 這是其實非常吸引人的 不只是enjoy apple 可能window phone 或者是可能未來有什麼firefox也有 還有像那個其他每一家都有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寫一次 每一個環境都可以跑 這件事情還蠻重要 那因為微軟 至少他還是在這個開發環境裡面算是老大 所以老大說了算 可以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會來想要多學一些 當然這個是其次說明一下 還有C++也可以 所以他這邊也把C++加進來等等 OK 那不過基本上我們最重要的是這個 Colova這個 那下一步 好 那再來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所謂的anjoy的那個 特別注意 這個實際上就是把anjoy的SDK 直接幫你打包了 他實際上就是等同是anjoystudio裡面的SDK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他只是把那個anjoy的SDK 幫你下載下來 所以裡面還有分成64位元 跟32位元的東西 不過如果你沒有把握不知道選64還是32 我建議你乾脆選32好了 就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64可能有些人的電腦 其實你如果還是32位元的 那裝64就會有問題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同樣 在SDK裡面 他一樣會有一個模擬器 也就是說呢 未來如果你要在模擬器裡面看到東西的話 還是 其實跟那個之前我們在anjoystudio 或Eclipse是一模一樣的 會有一個AVD的Manager 就是模擬器的管理員 也會有SDK的Manager 可以管理你到底要模擬出哪一個環境 不過他預設好像是給4.42的版本吧 當然如果你覺得4.42太舊或太新 你也可以透過SDKManager自己去下載 這些都是一樣的 OK 其他還有像這些APACH 這個比較沒有什麼 好 最後的話 安裝完成 不過特別注意喔 從這個畫面按下一步 一直到這個畫面喔 中間至少經過了兩個小時 OK 所以我的截圖是兩個小時之後的截圖 所以不是說 那因為我們上課不可能等兩個小時之後 再來看這個畫 那不可能 所以我預先先幫你截圖下來 告訴你安裝完成 那前提是我剛剛講喔 你看硬體軟體的環境都是OK的喔 不然的話 你還沒 你是看不到這個畫面 好像你會只會看到哪個畫面 我看看我有沒有截圖喔 對 安裝失敗 應該同學有遇到 我是好像沒有截那張圖啦 所以如果你下一步他還跟你講說 欸什麼你的環境 我之前遇過啦 你的環境 比如WIN7 你要升級成Service Spec 1 還有什麼IE11以後的版本 請重新再重新安裝 OK 那會有這些問題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待會 假如你的電腦裡面沒有Visual Studio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已經安裝了 那就回去再找一台電腦試試看吧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整個安裝流程 那這個環境是必要的喔 OK 如果所以你你假設電腦家裡沒有這個環境 回去就不能玩喔 OK 上完課回去可能就沒辦法練習了 那還有同學習慣還蠻好的 把自己的電腦搬來 而且已經裝好了 OK 因為我們今天第四週了 可是只有上第一次 所以每次不知道 就請同學回去先把環境裝起來 書先看一下 OK 好 那應該都沒有問題吧 裝的時候 頂多是中文 英文版的問題 現在就是說 忘了裝那個 那個 Cutoba 又按 剛剛只是預設 喔 然後沒有裝 不知道怎麼裝 那你就再點它 如果你有些 沒有裝到的 你就再去執行 安裝程式 它又會跳回原來的那個畫面 然後讓你再製定 再去把你沒有選到的 再把它選進來 好 所以等於是再跑一下安裝程式 就是說 有些可能你忘了裝 忘了打勾對不對 那你就是再去把它打勾 再把它裝起來 那我剛剛講過 最重要就是那個Cutoba這個 如果你那個Cutoba沒裝的話 那就基本上就不能跑了 OK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再來下一步 OK 重新啟動之後 那確定啦 你的C碟一定要是 那個 至少 因為我容量是 C碟是有172GB 那這個是裝完之後的喔 也就是說它耗掉多少 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就是說 我的Windows 裝起來 應該不到10 不到10GB 大概頂多7、8GB吧 對不對 而且這個環境是新的 我重灌過了 所以 重灌之後大概好了 假設8GB 那安裝完之後 就是安裝完Visual Steer之後 它變成是54.8 也就是說 你如果把54.8 減掉8 就是我們Visual Steer耗掉的 大概應該會耗掉 要 滿大的 好啦 10GB至少 40幾GB 裝起來 所以 剛剛跟各位提過的 你的硬碟一定要夠大 OK 如果你硬碟 假設你是用SSD 你先檢查一下 你的C碟空間夠不夠 如果不夠 我覺得保險至少要 空間至少要剩 可能50GB吧 如果你沒有50GB的話 嗯 可能你要想 你就不要先不要裝了 裝了等於到時候更麻煩 你還要等於是裝到一半 你可能他會跟你講說 遲碟空間不足 OK 你就傻眼了 你裝半天 裝好幾個小時之後 才跟你講說 遲碟空間不足 對不對 所以這點一定要特別注意 你先裝之前要先確定一下 否則後面也跑不下去了 好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開啟的畫面 最後如果你開起來 應該會有這個 2010的環境 但是特別注意 右上角有個登錄 他在30天之內 他都不會要求 你要一定要登錄 可是30天之後 請記住一定要做登錄 不然就會像這個畫面 30天試用已經到了 已經結束了 你的評估請登錄 OK 不然的話 你就沒辦法使用它了 所以第二個可能就是說 你如果未來 要繼續使用它的軟體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你有沒有微軟的帳號 OK 不過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有了 Harmail 或者是Livemail等等的 只是說應該 應該會比較少用了吧 我之前也是 我是Harmail的帳號 所以我就把它登錄了 登錄之後應該就沒有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 把它登錄進來 OK 所以這個部分先跟各位講一下 有關環境安裝的部分 至少如果跟其他的開發環境比起來 它至少就是說 還算是有一定的流程 而且安裝起來並不麻煩 差別只是說你的硬體設備 是要滿足它的需求 那其他就OK 所以第一個我想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第二個的話 那請各位等一下呢 再去開啟 如果你已經安裝完了 請你開啟一下 這邊這邊就有個登錄 對 那登錄一下 要不然就是說 接下來看一下新增專案 那接下來 Visual Studio 怎麼樣開始做一點東西 那不過你會發現第一個產生的問題 新增專案 我這邊有裝 因為我那時候跟工作人員講說 幫我全部裝 OK 反正它全部都有裝 好 那全部裝了之後 Visual Studio 不過選JavaScript裡面 它這邊裡面呢 目前沒有任何專案 那沒有專案怎麼辦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2013有 可是2015 它就把那個類型的專案 Coloba拿掉了 可能跟專利 或者是跟授權有點關係 如果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自己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可以把一個已經打包好的 一個專案自己建立 那就可以開始做了 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包含就是說 它會幫我建立一個 至少一個index的首頁 然後呢 也需要外掛一些JK Mobile的相關的函事庫 不過這樣設計 如果你自己設定可不可以 但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有一個已經做好的東西 待會會給各位 那我們可以就開始 假如你們先看一下 你們的環境 是不是已經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